观察者网讯据彭博社5月11日报道 美国最大的商业游说团体美国商会声称 华盛顿应采取所谓有针对性和负责任的措施 限制中国获得可能破坏美国国家安全的敏感技术 但同时呼吁美国政府不要将与中国的每一次经济互动都视为威胁 综合报道及演讲实录 当地时间10日 美国商会会长苏珊娜·克拉克在美国商会举办的年度中国商业峰会上 表示在维护美国利益的问题上 我们必须捍卫我们的国家安全和我们的价值观 他称虽然美国商会支持美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行动 包括出口管制、技术限制和对外投资审查 但并非与中国的每一次经济互动都会带来国家安全风险 中美之间仍有很大的商业机会 美国能够且应该富有成效的参与其中 不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交易能加强美国经济 为美国小企业创造机会并改善数百万美国人的生活水平 克拉克说 他表示 我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如果我们把每一次经济互动都视为一种风险 我们就会忽视那些真正构成威胁的因素 克拉克表示 我们都希望看到这样一个结果 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能够以一种不受零和思维影响的方式共存 但他又称 我们不太可能迅速消弭根深蒂固的分歧 要在我们应该合作的领域取得进展 双方都需要付出大量艰苦的努力 彭博社声 拜登政府近期一时在试图强调 他并不寻求美中经济的长期破裂或脱钩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上个月表示 拜登政府的政策是在对华贸易中去风险化而不是脱钩 美国财长耶伦4月20日表示 中美之间建立的经济关系应当是建设性和公平的 美国做出任何与中国脱钩的努力都将是灾难性的 今年2月 华南美国商会发布的2023年 中国营商环境白币书显示 超九成受访企业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之一 75%的受访企业计划在今年在华再投资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 事实证明中国是外资企业青睐的投资热土 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持续看好中国市场 计划扩大在华业务 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 2022年美中货物贸易总额达到6906亿美元 创历史新高 这些都说明中美贸易投资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脱钩锻炼损人害己不得人心也不可行 针对拜登政府计划限制 美企对中国部分高科技产业投资 外交部发言人文文斌4月21日指出 美方惯于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 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 大搞小院高强强推脱钩锻炼 甚至不惜损友自肥 对盟国进行经济胁迫 美方的真实目的是剥夺中国发展权力 维护一己霸权资历 赤裸裸的经济胁迫和科技霸凌 严重违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 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 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损害的是整个世界的利益 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动向 坚决维护自身权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